這幾年國片翻揚 不少由文學小說改編的電影 創下驚人票房 也因此今年的臺北國際書展 就主動尋求影視市場的可能性 試圖為出版業跟影視產業 開拓出一個合作平臺 改編張愛玲小說的電影《色界》 在國際影壇大受肯定 還有近期推出的國片 《附後七日》和《星空》 在票房都開出亮眼成績 像這類文學改編為電影的成功案例 越來越多 有電影人士統計 去年投入文學電影發展的資金 就高達30億美金 曾經智過金球獎得獎電影 《男孩別哭》的製片傑夫認為 在小說和漫畫中 都能找到好的故事題材 改變為動人的電影 同樣參與電影工作超過30年的香港製片 《施男生》則認為 從東西方的文學中能挖掘各類的題材 但他並不擔心會限縮到電影的原創發展 從來都是越多題材越好 越多方式 越多來源越好 拍電影的這一方來講呢 如果你現在很多東西都總是有風險的嘛 那如果你找到一本書或者一個題材是 如果它已經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東西 那就提高你的電影的成功的可能性嘛 看中文學電影的商機 現在臺北國際書展也主動找尋影視市場的發展 開拓雙方合作的平台 因為成功的文學電影 不僅能開創好票房 更連帶能夠增加書籍的銷售量 創造雙移 介才一壘齊 台報道